深夜三个小伙在野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洞穴 里面不停发出刺耳的声音 好奇心的驱使下 几人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走到洞穴的尽头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一个形状诡异发着蓝色光芒 不明晶体出现在大家眼前 内部的触手还在不停地蠕动 史蒂夫不由自主地用手摸了一下 晶体竟然变换了颜色 接着恐怖的事情发生 史蒂夫突然身体抽搐流出鼻血晕倒在地 经过那一晚后 他们觉得身体发生了变化 于是他们用棒球互扔测试 史蒂夫与麦特被砸得鼻青脸肿 当他们把球扔向安德鲁时 奇迹发生了 他竟然用意念把棒球悬停在半空中 测试成功 但是安德鲁也流出了鼻血 原来他们昨夜受到晶体的辐射 意外地获得了超能力 为了查清能量来源 他们再次回到那个洞穴 可他已经被填屏无法进入 这样也好 还避免其他人发现秘密 接着又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发现他们几乎可以用意念操控任何物体 突如其来的超能力让三人兴奋不已 开始嘚瑟起来 做了平时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用意念控制机器 吹起了女同学的裙子 在超市里整股陌生人 后来做法也越来越过分 把别人的车移到其他地方 甚至连小女孩都不放过 但是这样滥用超能力的代价是 一旦超过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就会流出鼻血 而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这是他们度过最愉快的一天 回家的路上一辆车 不停地在后面鸣笛 示意他们让道 安德鲁非常生气 决定给他的教训 只见他小手一挥 后面的车立即失去控制 冲下公路 连人带车栽进水坑 幸好史蒂夫营救 及时这才避免闹出人命 经过这次事件 史蒂夫与麦特 第一次意识到超能力的危险性 便与安德鲁约法三章 第一 超能力不能对活物使用 第二 不能在生气时使用 第三 不能在公共场合使用 得到超能力之前 安德鲁一直过着悲惨的生活 家中有个脾气暴躁的老爸 经常为了一点小事 对他拳脚相加 唯一疼爱他的妈妈 得了重病 常年卧床不起 到了学校还要受到校霸的欺负 现在得到了无所不能的超能力 却要受到限制 他不情愿地答应了 你做过这样的梦吗 用意念控制自己随意飞行 而这个几个意外获得超能力的小伙 还真的梦想成真了 他们在万米高空自由飞翔 快速到达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 他们在云层之上 玩起了橄榄球 突然 史蒂夫下的超能失控 快速下坠 危机时刻 安德鲁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就吓了他 幸运的安全着陆 劫后余生 三人进入癫狂状态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让安德鲁在同学面前重拾自信 史蒂夫让安德鲁参加了 学校举办的才艺晚会 凭借超能力 摇眼大获成功 台下的呼声一片 他在全校面前出尽了风头 这是安德鲁从未体验过的经历 同学们向他头上崇拜的目光 就连高傲的校花也主动向他接近 这一刻安德鲁仿佛赢得了整个世界 史蒂夫拿着摄影机 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这是校花气汹汹汹夺门而出 原来安德鲁多喝了几杯 加上过于紧张 结果吐了校花一声 史蒂夫见到这一幕直接笑喷 安德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尊 碎了一地 再次成为同学们的笑柄 今时不同往日 面对无情的嘲笑 安德鲁不再忍气吞声 开始反击 这时的他心里逐渐扭曲 一只可怜的小蜘蛛 在他手中四分五裂 回到家 老爸见到他就莫名的生气 把没钱给老婆治病的原因 全部怪罪在他身上 一言不合又是顿暴打 安德鲁忍无可忍将父亲扔了出去 史蒂夫感应到他的位置 试图让他冷静下来 可这时的安德鲁根本听不进去 情绪反而更加激动 突然 一发闪电击中了史蒂夫 安德鲁超能失控杀死了他 葬礼上他对史蒂夫的死 没有丝毫愧疚 拒绝回答麦特的问题 还称自己为顶级劣使者 就像人类拍死苍蝇一样 这不过是自然法则而已 安德鲁正一步步走向黑化 他不顾麦特的告诫选择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强大的超能力人人都想拥有 如果用他来做坏事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安德鲁的母亲患上了癌症 昂贵的医药费让他无法负担 于是他动起了鞋面 穿戴好装备准备打劫 安德鲁的首选 是曾经欺负过他的小混混 把手变成枪的形状 对手以为这家伙疯了 结果一顿操作 小混混被打得屁滚尿热 他搜遍全部口袋 也没有找到几块钱 这显然远远不够 接着他又走进加油站 进门二话不说 直接将老板打倒 接着使用超能力 让钱柜里的钞票自动进入背包 这时老板从柜台后 抄起枪就追了出去 安德鲁小手一挥 枪吊在地上不偏不倚地打中了油管 加油站瞬间起火 安德鲁被严重烧伤 医院里他的老爸看起来非常伤心 但不是为了儿子 原来是安德鲁的母亲病史 老爸把责任全部推到儿子身上 另一边麦特的鼻子突然血流不止 电视上播报着医院突发爆炸的新闻 麦特瞬间明白了一切 驱车火速前往 医院大楼浓烟滚滚 人群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安德鲁正式彻底黑化 抓起老爸没有一丝犹豫扔了下去 危机关头麦特只能在人群面前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 安德鲁并没有就此收手 在城市里大肆破坏 直升机被击落 警察完全不是对手 麦特的汽车也被控制扔到灯塔底 夜幕下 高空上 两人悬浮对峙 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面对围观群众 安德鲁小手一挥了 玻璃应声破碎 麦特苦口婆心劝他回头 不要执迷不误 错上加错 甚至愿意当他的家人 陪他一起远走高飞 但安德鲁此时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妈妈的死 让他丧失了 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遗恋 只回给了麦特一句话 I'm an apex predator 麦特马上还以颜色 将他打倒在地 这时大批警察赶到 将他们团团包围 随机火力全开 安德鲁怒气质直接拉满 用意念强行挡下密集的子弹 反手一挥又是十几条人命 此时 安德鲁进入暴走状态 极度危险 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麦特只能选择大义灭青 危机终于解除 麦特趁机飞向天空逃离现场 电影的最后一幕 麦特独自一人来到了 三人心智神网的雪山 帮他们完成了洗涤心灵的旅程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如果你获得了 无所不能的超能力 你会用它做什么呢